這代夫妻真的有這麼惡劣嗎 新北市這位來自越南的女子控訴 就是水餃店的老闆夫妻 用朋友作為人頭假結婚 進入台灣把她帶來 但是逼她每天在水餃店包水餃 完全不給薪水喔 還沒完下班之後要她幹嘛 回家性操擾 直到去年的她落跑才趕快報警 不過夫妻否認指控 該市開店的水餃店裡頭卻是暗蒙蒙 因為老闆夫妻被控訴 以人頭方式取回越南新娘 把女子當奴隸使喚甚至性騷擾 老闆否認有性騷擾 才能使越南籍女子薪水遭到先生臨走 懷恨在心才會亂提告 但是這名女子控訴 2005年和一名失信男子 以假結婚方式來到台灣 遭到水餃店老闆夫妻帶回店內 禮拜日到禮拜五 早上9點到晚上11點工作 打掃 洗碗 包水餃 禮拜六也不能休息 要準備材料 下班夫妻跟把她帶回家 性騷擾 看人家大了 他們都不跟我們睡廚了 不跟我們睡廚了 他在學會說 他幾幾幾在做生意 店家拉下鐵門不做生意了 因為夫妻倆遭到起訴 板間起訴書內容 檢察官認為雖然沒有直接證據 證明越南籍女子指控 但基於良心 以其行為重創台灣國際形象 起訴遮對夫妻以及失信男子 夫妻倆否認指控 委託律師打官司 而越南籍女子目前安置島中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新闻市報導